眼下正值一旅游旺季 为保障景区安全 近日河北石家庄消防部门 举行了一场多部门联合消防演练 这次演练模拟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停车场 有车辆发生自燃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 迅速前往现场处置 同时联合医疗 公安 民兵等单位 营救疏散被困人员 检验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成效 经过20多分钟 大火被成功扑灭 受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救治 坚持社会联动 进一步完善西柏坡应急救援机制 坚持从难从严 锤炼摔打队伍 不断提升战斗力凝聚率